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知道目前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的话 可能呢也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 古爱玲以及苏一鸣这两个年轻天才小将的一个后续发展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呢 他们两个人真的是立下了一个赫赫的功训 古爱玲呢这次拿到两金一银的一个好成绩 而苏一鸣呢也拿到了一金一银的一个好成绩 所以可以说在他们这样的一个18、19岁的年纪 能够突破性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呢 本身已经是相当厉害 所以如果说后续他们再继续发展下去 继续为国争光的话 相信呢在2026年呢 这两个人肯定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奇迹 为中国队呢取得更厉害的一些金牌 当然就在最近的我们也看到的话 古爱玲呢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当中呢 透露出一个比较糟糕的消息 就是目前呢 她暂时呢会决定要退出这一次的一个滑雪项目 并且之后的话想要全身心回到美国这边斯坦福大学呢去上学 之后的话再考虑是否要加入这个滑雪项目 继续呢为国征战去参加一个比赛 所以可以说这次古爱玲呢已经是宣布暂时呢退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赛 对他来说呢也完完全全从一个滑雪的专业运动员呢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校园学子 并且啊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勇气啊 那么做出放弃这么多的一些荣誉呢也确实是不简单的 当然其实目前面对古爱玲的这番决定呢很多网友其实啊也都在担心说可能之后啊他会不会后悔呢 毕竟的话现在呢有这么多的一些荣耀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荣誉和收入 那么之后如果说自己倾注这么多年完全投入了个项目自己完全放下之后的话 不再去参加类似的一个项目那么对他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遗憾呢 所以很多人其实啊都喊话古爱玲说以后啊真的不要后悔啊否则的话可能真的会非常的伤心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了和古爱玲现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不一样的是呢我国名将苏毅明那么在最近也是正式摊牌发声 并且呢也是说出了自己呢中期的目标 在最近的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苏毅明的现在已经是跨入18岁 并且呢他也表示说了自己18岁以后的话能够争取希望能够在下一届的冬奥会当中了 争取帮助国家拿到更多的金牌他希望呢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可以说这次啊其实苏毅明呢和这个古爱玲不一样他没有想放弃这个滑雪项目 即便是之后呢他继续要考大学继续要去学习但是呢他依旧把滑雪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当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所以之后的话他才会希望说自己能够在两到三届的冬奥会当中呢 继续为祖国争光继续拿到更多金牌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苏毅明表达这一番心态之后的话很多网友呢也为他点赞 并且呢也是支持他呢继续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些成绩 那么可以说呢很多人呢也恭喜我们中国队确实这一次呢真的是看对的人真的是呢培养对的人 之前我们也知道的话苏毅明在内的几十名的一些选手呢被送到日本教练这边去但最终呢日本教练也是选中了苏毅明 并且呢进行了一个重点培养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啊也就证明了我们国家队培养了这个人才确实是做的是非常对 从目前来看呢苏毅明他的一个后续的一些目标啊和计划包括他的一些讲话呢也真的没有辜负我们国家队的一个培养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啊苏毅明能够在后续的一些世界性大赛当中呢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突破自己极限的同时呢也能够为国争光 当然其实我们也要祝福一下古艾琳不管是他将来呢要去向何处我相信呢都是他深思熟虑的一个安排 那么对他来说呢如果说想成为一个学子的话可能也确实呢想好好体验一下他的校园生活我们也希望呢他能过的一切都好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冬奥会拜拜